有缘人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是不是总有一些人不喜欢串门 也不喜欢别人来自几家 他们可能是你的朋友 也可能是你自己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坏事 这类人享受独处的时光 更倾向于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度过 他们喜欢独来独往 不合群从来不组织聚会 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凑热闹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上下班 一个人看书学习 一个人逛街散步逛公园 人在小的时候 总是希望身边有一群的好朋友 一起玩游戏 一起上学 一起放学 长大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独来独往 这种人是发自内心的 喜欢独来独往 其实 这种行为背后 往往有着深层次的心理和性格原因 他们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耐得住寂寞 守得住孤独 有自己的追求 自己一个人把生活安排得紧紧有条 不喜欢自己的节奏规律 生活被打扰被打乱 他们不会去轻视谁 也不会去迎合谁 只做最真实的自己 有的人对他们不了解 提到独来独往 脑海里总会出现这样的词汇不合群 内心孤寂 甚至是孤僻 但实际上 这里所指的独来独往 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 他们的思想境界很高 不需要假装合群 以掩饰自己思想上的独立与自由 只是忠于自己的内心 凡是独来独往 正是因为他们喜欢独处 内心的世界才极为丰富 所以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事 都能做到从容不迫 他们心境淡薄 情绪不为外在的左右 同时又专注于当下自己所做事 所以他们内心远比一般人更要强大 主动选择独来独往的人 其实心里非常开朗 你以为他不 喜欢说话 他只是不喜欢跟你说话 他只喜欢和同频的人说话 仅此而已 如果接下来的话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 在评论区留下独处是一种决心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 这样的人一般有哪些特点 他们为何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 一 内向且自我保护意识强的人 他们通常更喜欢独处 他们在独自一人时感到最为舒适和放松 这类人通常对社交活动兴趣不大 更喜欢安静的环境和自我的空间 在与人交往时 他们往往需要消耗大量的精力 因此串门或招待客人 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压力和负担 因此 这类人更倾向于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 以保护自己的心理空间 他们通常对隐私和个人空间 有很强的需求 不喜欢自己的生活被打扰 家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可以完全放松的地方 使他们的避风港 陌生人或甚至熟人 进入他们的私人空间 会让他们感到不安和不适 他们宁愿独处 也不愿让别人打破这种瓶颈 这种性格特点并不是缺点 而是一种个性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而社会也应该尊重这种多样性 内向者应该被尊重和理解 他们有自己的社交方式 比如选择性地参加一些活动 或者与几个亲近的朋友保持联系 重要的是 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并且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二 有洁癖或强迫症倾向的人 他们对环境的洁净度和秩序 有着极高的要求 他们在自己的家中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规矩 以确保每一处都达到自己的标准 外来访客可能会打破他们所维持的这种平衡 让他们感到不适甚至焦虑 这类人往往避免与人频繁接触 也不愿意别人到自己家来 洁癖者在别人来访时 可能会因为对卫生的过度关注 而感到极大的压力 他们担心访客会带来灰尘或细菌 从而破坏家中的清洁环境 同样 他们也不愿意去别人家做客 因为他们无法控制那里的环境 可能会感到不适合焦虑 这种性格特点并不是缺点 而是一种个性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而社会也应该尊重这种多样性 有洁癖或强迫症倾向的人应该被尊重 和理解 他们有自己的社交方式 比如选择性的参加一些活动 或者与几个亲近的朋友保持联系 重要的是 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并且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三 喜欢独立自主 且有强烈个人空间意识的人 有些人天生喜欢独立 他们在生活中更倾向于自我管理 不喜欢被打扰 这类人有强烈的个人空间意识 对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有很高的自主权要求 他们认为家是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地方 应该由自己掌控 不希望被外界打扰 独立自主的人通常有明确的生活节奏和习惯 他们不喜欢因为外界因素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他们真是自己的时间 不愿意花费过多的精力在社交活动上 对他们来说 独处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 更是一种自我充电的方式 这种性格特点并不是缺点 而是一种个性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而社会也应该尊重这种多样性 喜欢独立自主 且有强烈个人空间意识的人 应该被尊重和理解 他们有自己的社交方式 比如选择性的参加一些活动 或者与几个亲近的朋友保持联系 重要的是 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并且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四 内心充盈 一个成年人的内心丰盈程度 与对外界他人的依赖程度密切相关 一个内心匮乏的人 往往会过度依赖外界的支持 但是因为他们空虚的内心 无法提供所需的能量 需要紧紧抓住别人给予的力量 而那些喜欢独来独往的人 他们就没有这样的困扰 因为他们完全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同时对自己也有自信 靠着自己的能力也可以得到自己所想要的 这样的人通常内心强大 独立自主 他们不需要从别人身上汲取能量 也不需要靠别人的肯定才能认可自己 他们是自己的主人 不需要依赖他人的支持来面对生活 正如一位知名作家所说 没有通过努力而得到的东西 都无法形成坚实的支撑 希望通过别人所给予的温暖和力量 来帮助自己面对人生 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太靠得住的事情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不会背叛你的 只有你自己 也许前一秒和你称兄道弟的朋友 下一秒就会成为一个陌路人 与其把希望寄托在外人身上 倒不如强大自己的内心 让自己拥有可以独立的能量 五 目标明确的人往往选择独来独往 他们的生活中可能看不到频繁的社交活动 但他们仍然能够自在地过好自己的日子 这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中 有着比交朋友更重要的东西 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对于这些人来说 到不同者不相为谋 他们并不在意自己身边是否有很多朋友 他们的目光投向的是星辰大海 是更高更远更好的人生 作家一书曾说过 两个人在一起 走得快的那个人 必然会甩掉走得慢的那个 这个道理在朋友关系中同样适用 如果你发现自己和周围的朋友 已经无话可说 你们的目标不在一致 你们所看中的东西也不一样 那么就没有必要再强行维持 这种步调不一致的友情 人生总是要有所取舍 你是愿意陪着现在这些朋友一起在原地踏步 还是想要能够攀登更高的山峰 无论选择哪一种 都会有得有失 那些喜欢独来独往的人选择了成功的高峰 同样也就选择了高处不胜寒 但这对于他们自己心中的目标来说 都不算什么 只有目标明确的人 他们才有独来独往的底气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 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这种人往往能够坚持自己的选择 不受外界干扰 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 六 性格独立 喜欢独来独往的人 通常性格独立果敢 做事干脆利落 他们选择独处 并不是因为觉得朋友不好 而是不希望别人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 虽然和朋友在一起会让人感到温暖 但人多了之后 矛盾也会增多 当你处在一个小团体中时 你就很难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 总是要考虑别人的感受和想法 总是需要配合周围人的步调 这样做事效率往往会受到影响 正如一个河上有水喝 两个河上抬水喝 三个河上没水喝 这句话所表达的 人越多效率反而越低 因此这类人更愿意自己独来独往 因为这样可以少很多沟通的步骤 也没有需要迁就的麻烦 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事 去生活 这份洒脱和自在 也许也是很多人所羡慕的 遇见那些看似不合群 独来独往的人 千万不要小看他们 如果有机会 一定要深教 然而在红尘俗世中 独来独往的人经常受到外界的不理解 甚至排斥 他们被认为是不合群 孤僻甚至是自闭 实际上 独处有两种状态 一种是主动独处 即在独处中保持清醒 不断提升自己 另一种是被动独处 因为被群体排外 而不得不面对孤独 被动独处带来的 往往是不断的自我怀疑 而只有主动独处 才是内心强大的证明 换句话说 独来独往的人 不一定真的内心强大 但内心足够强大的人 一定善于独来独往 在孤独的感受上 女人往往比男人 更加直接和敏感 她们能够对细微的变化 产生强烈的共鸣 偶遇风吹草动 也能引发对往事的感怀 看到不同的景物 也能联想到自身的处境 一缕愁绪萦绕心头 挥之不去 随着精力的增多 女人也逐渐悟出了许多道理 她们并非刻意地害怕或回避孤独 而是明白 拥有不同的心情 将决定自己拥有不同的归宿 喜欢独来独往的女人背后 往往说明了三个问题 一找不到同频率的人 不如独善其身 论语中有句话道不同不相为谋 当她开始喜欢上独来独往时 则是明白了找不到同频率的人 不如独善其身 在孤独之中 保持一份清醒 一份自在 一份真正做自己的勇气 不去为了不值得的人浪费时间与精力 更不去为了无所谓的人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糟 而是为了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勇敢走下去 二受过伤害 所以才会独来独往 元代高明在《琵琶记》中写道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沟区 我好心好意对待你 可是换来的 居然是无动于衷与毫不领清 女人得心细腻如微 又柔软如水 只有遭遇到痛彻心扉的伤害 才会喜欢上独来独往 整个人也更加小心翼翼 不再对谁都倾其所有 而是有选择性付出 这并非一种逃避 而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三高质量的独处胜过低质量的交往 哲学家书本华说 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才会完全地成为他自己 当一个女人变得越来越强大时 就不会去做无效的社交 不会以结交更多的人 作为追逐的目标 而是以独来独往的姿态 让自我保持专注力 先从提升自我开始 才能成为一个心中越来越厉害的人 在别人眼里看似的孤独 其实是自我的一种进化之路 它会让你将所有的专注力 暂时都放在自己身上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去完成让自己变得更好的目标 而不会为了低质量的交际 而浪费自己的时间与精力 许多人认为 如果一个人没有朋友 没有人在身边陪伴 那么他的生活 可能会显得可怜 凄凉和孤独 这种观点 实际上混淆了孤独和独处的概念 孤独是一种内心深处的状态 与环境无关 也与人际关系的数量无关 有些人即使身处人群中 即使周围人生顶沸 即使总是有人陪伴 他们仍然可能感到孤独 感觉世界上没有人能真正理解自己 相比之下 独处是一种习惯 它使一个人能够自在地与自己相处 无论是独自听歌 独自用餐 还是独自做事 这样的人即使没有人陪伴 也感到内心充实 因为他们不会将自己的快乐 寄托在群体中 他们享受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自在地享受独处的时光 因此能够独处的人通常不寻常 因为他们能够屏蔽周围的喧嚣 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能力 学会独来独往 意味着赢得了生活 独处时 你可以享受独一无二的美好 这种美好 是任何其他时间都无法替代的 在这个时候 你只是你自己 没有其他角色 不是职员 不是老好人 也不是瘦其包 曾国藩曾说 人们之所以浮躁 虚伪和抑郁 是因为有私心 去除过重的私欲 才能达到制成的境界 停止精神内耗 与自己和解 独处并不是一件坏事 有些人觉得独处难熬 是因为他们从未真正享受过独处的美好 那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舒适 那种不需要迎合他人的压抑 那种随遇而安的专注 这些都是独处时才能体验到的 所以独处是美好的 你也应该享受独处的时光 独处时 你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自己 感受到来自灵魂深处的放松和满足 不喜欢专门 也不喜欢别人来自己家的行为背后 往往反映了那一项性格 自我保护意识 洁癖或强迫症倾向 以及独立自主的生活态度 这些人真是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喜欢在一个安静 可控的环境中生活 选择独处的人往往都是拥有大智慧的人 因为他们不需要在嘈杂的环境中 被别人的声音影响自己 他们享受独处 因此可以近距离地接触内在的自我 同时在不被人打扰的环境下 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理解这些人的心理和行为特点 有助于我们在与他们交往时 更好地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只要不过度影响他人 我们都应该给予尊重和理解 这样才能建立起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